下面来关注中国大陆消息 中共官媒周五通报 深圳前政法委书记蒋尊玉受贿案 二审维持原判 蒋尊玉已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判决称 1996年到2014年 蒋尊玉担任深圳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局长 深圳市副秘书长 水务局局长 龙岗区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等出务期间 为他人在承接建筑工厂 开发房地产项目等方面牟利 非法收受财务 共计折合人民币 3265万6767万元 港币4670万元 2016年5月16日 蒋尊玉受贿案开庭 2017年8月28日 蒋尊玉被判无期徒刑 据报 蒋尊玉不仅收受巨额贿赂 为家人买了42套住房 还隐瞒裸冠身份 嫖娼赌博 与多名女性通奸 被形容为五毒俱全 另外 蒋尊玉因积极追随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列入涉案主要责任人名单 进行追查 中文字幕提供